跟大家分享說這幾天在捷捕我們旅遊的一個很開心的之外呢 很多歷史景點之外呢 事實上我也很開心的遇見了一個所謂的雕刻的一個年輕的一個作家 他叫做Rohit 那Rohit基本上呢他是做所謂的微型的一個木雕的創作 那微型木雕創作他有點比較算是一種所謂的就是透過這種很迷你的這種精細 然後去做一個雕刻來呈現 可能包括一些神像啊或者是說一些歷史人物的故事 以及所謂周遭環境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產品 然後來作為他這個創作的來源 那因為Rohit基本上他也是一個從小就跟了他父親Mahesh的學習的一個成長過程 那他本身父親也是非常的有名 在德國國家的所謂的創作大教 所以他事實上他是來自一個非常有一個所謂的國家使命 然後國家傳承藝術的這種一個角色 那他本身呢他非常的專注 所以我認為今天你如果要去所謂日本 日本常在說我們有所謂的一個所謂的一個職能 那種職人這種就是所謂的專注的這種精神 事實上我認為不僅僅在日本 事實上在印度呢我們也都看得到 尤其你看到Rohit他在創作一個作品 當從木材的選擇 那因為他們都是用檀香木居多 檀香木本身的創作 他就是具有一定的所謂的一個 價值性那藝術性那當然他從選材 然後到構圖然後到創作 然後到最後的一個成品的完成 他都是非常可以看到他從工作室裡面的一些 雕刻的技巧啦 以及他所謂的一些團隊的一些 他們在作品上面的一個呈現 你就可以發現像我這個旁邊的一些作品 都非常的細膩跟細微 那這個是在我們目前一般亞洲的一個市場 跟亞洲的一個比較難見到的一些創作題材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會特別的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對於一個一個藝術的 他一個不單只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而他有一個所謂的一個文化的底蘊跟傳承的話 事實上Rohit在這方面呢 他的工作室以及他的作品 事實上在解譜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與眾不同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創作 所以這部分如果大家對於像這種微型的創作 或者是屬於這種雕像 Statue的這種部分 那基本上呢 在這裡都可以找得到 那各種題材 那他們也特別做這種Customize 就是說你可以針對你的需求 然後不管是說今天是Tibet的Butta 或者是說藏傳佛教的任何題材 他們都可以來做 因為他們從小就是從 微型這種創作來開始的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 從微型創作到所謂的大型雕件 那這個部分的話 羅毅這部分 事實上他們都可以做到 非常好的一個呈現 然後讓你做一個很好的紀念 從節目的一個回憶 然後帶回去家裡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紀念 做參考 謝謝